康熙皇帝一生有四位皇后 以此为贺舍礼氏、牛骨路氏、童家氏和乌亚氏 第一位贺舍礼氏是康熙十二岁娶的结发妻子 生下了皇子成户和印仁 第二位牛骨路氏当皇后不到一年去世 没留下子嗣 第三位童家氏只当了一天皇后就去世了 这样看来 康熙皇帝的第二位和第三位皇后 在她生命中就像匆匆过客一样 积不起多大的涟漪 第四位乌亚氏算是最有福气的 她出身不高 最初还没任何名分 但一生为康熙生下三子三女 其中就有皇四子印珍 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最终活到了六十三岁 但乌亚氏生前最高位分只是得妃 她被封为皇后是母姨子贵 是雍正后来为生母追风的 那康熙为何不将生下三子三女 为皇室子嗣繁衍 做出贡献的乌亚氏封为皇后呢 因为在康熙心目中 她一生敬爱的皇后只有贺舍李氏一人 即便她去世多年也依然放不下 哪怕她生下的太子印仁 一再犯错也不忍废掉她 这都是一位贺舍李氏 那和舍李氏为何被康熙一生敬爱呢 清朝自努尔哈赤开始就开启了政治联姻的先河 到孝庄太后时毫无疑问也会如此实施 孝庄是一位极有正气才能 着实远见 多次力挽狂澜的传奇女性 她历经多朝 抚养教育两任皇帝 尤其对康熙皇帝倾注了全部心血 甚至皇帝24岁为董厄妃之死而撒手陈桓 次年12岁的康熙即位 由于父亲专宠董厄妃 对三阿哥康熙并不关心 只有祖母教养她 辅佐她成长 小庄悉心抚养康熙到12岁时 就想着为孙子选后立妃 以让孙子亲政了 古人十三四岁谈婚论嫁实属正常 孝庄太后为孙子选皇后阵 实费了好大一番心思 当时时局不稳 孝庄想到了政绩联姻 在三个皇后候选人中有 敖拜的女儿 厄碧龙的女儿和索尼的孙女 显然 选哪一位都将导致其家族壮大 而当时的辅政大臣就有敖拜 厄碧龙 索尼和苏克萨汉 该拉拢哪一位呢 孝庄开始全谋了 四位大臣中 敖拜势头 狂妄早已显露无遗 且最为年富力强 野心不小 孝庄早已洞察 她的女儿当从名单中第一个被踢除 厄碧龙资历最浅 同时也是一个两边道的墙头草 罪不能以重 但又不能置之不理 因此她的女儿可为妃 但不能为后 第三位就是顾命大臣之首索尼 索尼年迈 虽对汉臣有所排斥 但对清廷绝对忠心耿耿 且索尼对敖拜专权也很有意见 这对想要对付敖拜的 孝庄康熙而言极有利 孝庄太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各方权衡之后 为了笼络老臣 制衡敖拜 她舍弃了太祖定制的满猛联姻国策 最终确定立索尼的孙女为皇后 让十二岁康熙娶索尼十三岁的孙女 将来生下两家血脉的孩子 由此看来 康熙的婚姻的确是一桩名副歧视的政绩联姻 当时十二岁的康熙也是极不情愿的 年轻英俊的少年天子 自然有着天然的期待与梦想 不喜欢仓促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 但她是祖母亲手调教出来的 她独手笑道 只把不情意埋在心里 接受了祖母为她选的皇后 毕竟国家大事面前大举为重 事实也证明 祖母的决策是正确的 来看看为什么是正确的 赫社里士生于1652年 满洲正皇其人 父亲是内大臣嘎布拉 爷爷是辅政大臣之首索尼 叔叔是义政大臣索额图 可谓满门显跪 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当政时 索尼家族屡见战功 索尼对顺治忠心耿耿 他曾任内大臣兼义政大臣总管内务服饰 在辅佐期间又忠实支持孝庄 以确保年幼康熙的皇权 尤其在与不可一世的敖拜的斗争中 索家立下汉马功劳 为康熙皇权的稳定起到了极大作用 虽然后来索尼去世了 但他的二儿子吉赫社里士的叔叔索额图 起到了关键作用 因此娘家的强大与忠心 也为赫社里士雷得了在康熙心目十分敬爱的地位 当然索家的功劳只是其中之一 赫社里士本人也很重要 1665年 12岁的赫社里士嫁给了12岁的康熙 在大婚当晚 康熙虽有些不情不愿 但当揭开红盖头 看到顾派神妃 端庄沉静 纯真美丽的赫社里士时 一下就被他深深迷住了 觉得这正是理想中的皇后 康熙认为自己娶对了人 对祖母很是佩服 婚后 两人十分恩爱 间谍情深 如娇似气 由于女子比男子早熟 赫社里士既是一位年少的皇后 又充当了康熙姐姐或母亲的角色 她温柔贤惠 把康熙照顾得无微不至 康熙的童年经历是颇为不幸的 小时候父亲顺着并不喜欢她 她的母亲是顺着不喜欢的 树妃童家士 八岁时父亲去世 九岁时疼爱她的母亲也去世了 母亲去世时 她日夜守在床边 滴水未尽 不停啼呼 直到她晚年时 想到这一幕 还无不悲伤地说 她在父母膝下 从未得到一天的欢愉 因而称此阵六十年来 抱憾之处 虽然她的童年 有祖母照顾 但早年丧母的 她多少有些缺乏母爱 有所谓的恋母情节 也很正常 也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 极可能影响一生 康熙与赫社里士结婚后 非常享受妻子的照顾 妻子在她心目中的地位 非常重要 康熙也一直对她怀着一种 非同寻常的感情 婚后四年及1669年 这年康熙十六岁 十分具有特殊意义 也为少年天子 在祖母及索额徒的帮助下 产出了全清朝野的全臣敖拜 真正实现了亲政 不仅如此 几个月后 皇后赫社里士 生下了她与康熙的 第一个嫡长子称呼 康熙欣喜万分 也为她第一次当上了父亲 又实现了亲政 皇位后继友人了 但是 好景不长 四年后 四岁的城户不幸夭折 父母对第一个孩子一般 都倾注了全部心血 孩子的去世 对赫社里士 与康熙以沉痛的打击 赫社里士悲痛不已 整日郁郁寡欢 康熙悉心安慰她养好身子后 再生皇子 由于夫妻二人都很年轻 两人感情又极为深厚 终于五年后 赫社里士又生下一个皇子 但是 很不幸的是 这次她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她生下皇次子印仁之后 当天就去世了 年仅21岁 康熙悲痛不已 当时正处于三藩判 封烟不断之中 六月皇后临产 按儒家之说 儒不生下一位男性继承人 将被视为最大的不孝 此前半个月荣妃 生下一子 但出生后就死了 因而皇后赫社里士迫切希望 生下一健康南海 最终皇后 于上午时时许不负众望 完成了愿望 生下一名男婴 取辱名宝城 就是保证成功的义字 说明皇室对她寄予了厚望 又按清宫皇子辈分 取名为印仁 原本康熙因皇后 产子大喜过望 然而就在当天下午 皇后突然崩市 她欢快的心情 因皇后的暴足而烟消云散 继而悲痛万分 康熙绰朝五日 一个月后追到贺社里士 表彰她刻尽成效 宽人代下左莲内置 游击敬勤等 贺社里士以生命的代价 换来了印仁 因此 康熙对她的情感 十分矛盾与复杂的 她一是责怪她生儿克母 为第一大不孝 一方面又对她格外联系 毕竟康熙也是幼年丧母 于是 康熙把对皇后的全部情感 都倾注在了印仁身上 对她非常疼爱 甚至有时还很骄奏 康熙甚至还在贺社里 是弥留之计 就慌忙下 照理她生下的这个孩子 为太子 已是对她的敬爱与尊重 康熙一生有数十名孩子 但最爱的还是印仁 不料印仁却一直是宠生骄 一再犯错 而康熙也总能原谅她 不认废掉她的太子之位 这就是看在她的生母 贺社里士面上 就这样 一直到了康熙晚年 太子印仁仍然不断犯错 越来越不成绩 康熙还是有所犹豫不决 最终为了天下苍生 康熙中痛下决心 将对皇后的爱及 对索家的感激放在一边 废掉了印仁 由此进入九子夺嫡时期 最终康熙立皇 四子印真为皇位接班人 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其实印仁之所以 有这样的结局 与康熙的骄纵无不相关 其实罐子如沙子 溺爱孩子就是毁孩子 可惜贺社里士一生贤惠 去世太早 留下唯一的孩子 却如此不成气候 如果权下有之 必定大为遗憾 贺社里士出身显贵 虽与康熙是政绩联姻 但却相当完美 她与康熙感情深厚 相如以墨十年 生下两皇子 无奈红颜薄命 年仅21岁 生下次子就早逝 贺社里士 本该拥有完美人生 无奈福分太薄 但作为康熙的结发妻子 第一位皇后 康熙对她一生敬爱 念念不忘 她也算不枉 这短暂的一生了 康熙虽有四位皇后 但最为敬爱的 也是她心中的白月光 就只有贺社里士了 第二第三位皇后 根本就是人生过客 没什么情感 最后一位 还不是自己封的 可见贺社里士 影响了康熙一生 而相比而言 雍正的母亲 德妃乌雅士 反而是最有福报的 生下了三子三女 包括雍正 又活到了63岁 因此在凶险万分的 深宫之中 活得漂亮 与活得壮烈 并不是本事 活到最后 笑到最后的 才是人生赢家